法网灰灰从事小额放款的64岁林姓男子11号 陈氏在秀林乡住家前的草丛堆里 而全身多处刀伤明显死亡 新城警方不敢钓鱼情形 立即扩大钓鱼监视器生物激震 锁定了菜男摄有种嫌 并在13号的晚间成功逮到了 替法躲在台北某宫庙的凶嫌 讯后依杀人最嫌 移送花莲敌诊署侦办 男子神情紧张慌忙跑向机车 戴起安全帽逃离现场 因为他才刚在花莲的秀林乡犯下一起凶杀案 不过嫌犯相当狡猾犯案后立刻变装逃往北部 甚至李平偷企图躲避远景追起 不过头发衣服可以变变变 但有些事情短时间内改不了 发现菜男跟嫌犯他们的左眼都有一颗类质 那身材也比较吻合 而且菜男因之前轻微的中风 他走路的方式较为不稳 那跟监视器中的犯前走路方式非常吻合 全靠一颗类质漏了线 逃不到三天就被逮到 警方调查嫌犯跟死者有借贷关系 一次是因为金钱纠纷而痛下杀手 11号凌晨1点 嫌犯从台北出发搭火车及计程车 4点多到死者住家附近埋伏 7点多时犯案 连忙换上准备好的衣服 在将死者的机车骑到海边丢弃后 匆匆逃逸 菜男将手机关机 并且躲藏于台北市 涉淋区的某处宫庙内 本分局以刑法杀人罪 移送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以为辩庄躲在宫庙里能有神明保佑 但杀人害命 秋生拜佛也没用 如今落网就该好好面对司法制裁 好好赎罪 记者徐丽请王玉军花莲采访报道